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月室洗頭已經是年初的事了 這次要拍月室當然是因為有吸引我們的地方 好那今天影片開始之前 還沒有訂閱我的人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加開啟小鈴鐺 另外也別忘了追蹤我的IG 這次要去的店是生木頭料SPA 有別於一般月室洗頭的大店員 這家據說是走倫清風而且位於台北市的信譽區 那現在就跟我去看看吧 G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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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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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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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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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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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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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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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造成是非常的舒服的 而且我覺得到那邊會有一種安心的感覺 它果然是只有那種文青風 跟大家傳統印象的越式型的會不太一樣 只是它的腳的部分就是 完全就是有點像那種 SPA館的那種規模 還會用一些像什麼牛奶 牛奶的東西啊 玫瑰花瓣等等的 去幫你做泡 然後去舒緩 但整體上我覺得是非常放手 而且是非常享受的一個行程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加分享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加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